我們有一個會計師會在 非委託人的要求底下 自己擅自去做這樣的事情 賭上自己未來的職業的未來 這種幾乎是 我覺得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你說他 他在完全沒有憑證 憑空幻想自己去把這900萬 東湊西湊湊出來 我們覺得這是非一所思 除非有重力啦 不然沒有律師會計師 會為了當事人去做違法 傷害到自己的事情 沒有這種事情 不值得 如果我是端木會計師的律師 我是他的未來的 辯護人之類的這樣 我也建議他 不要出來講話在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端木正他的聲量 絕對比不過柯文哲 跟民眾黨 對對對 那端木正講一句 民眾黨可以回他100句 對 所以他的聲音會被淹沒在 這樣的空間裡面 在輿論裡面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案件 相信很快 我認為啦 我自己判斷 我認為檢方應該很快會有一些動作 大家都覺得說政治獻金法 你燈子還不死 聽起來好像很嚴重 其實這個是沒有刑責的 這個最多只能裁罰 最多只能罰120萬 他主要是政治責任 對 靖總跟會計師講 有這一筆 那我單據我後補 那你報你就先報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如果照 靖總的照昨天記者會的說法 會計師怎麼會知道說有這個兩百多 兩千多萬這個差額 他怎麼會想說我自己要把這個錢拼回來去 一定是有人告訴他 哎呀那個數字精準到個位數耶 一定是有人跟他講說有這一筆數字嘛 有他才會去這樣簽證嘛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就是剛剛說 當時我們講就是快樂師自己瞎掰嘛 嗯 那第二種可能性就是 有人告訴他說 跟他講有這筆帳 不敢說是靖總啊 就有人跟他說有這一筆 你果然是律師耶 你更嚴禁耶 跟你多學習 有人跟他說 我做夢夢裡有人跟他說 就是會計師會信任的一個人跟他說 有這一筆支出 有這一筆支出 然後你儘管登 沒問題 會計師就登了 然後結果後面單據沒有補 你你你進總 哦不是那個人生不出來 哦我什麼叫生不出來 因為昨天我們在看這個記者會我們 事務所同事也在討論啊 甚至我們跟佩格的會計師也都有聊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有一個會計師會在 非委託人的要求底下 自己擅自去做這樣的事情 堵上自己未來的職業的未來 這種幾乎是 我覺得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嗯 所以 就是 就是快師為什麼要 就是 如果我有一部分這樣對不起來 正常壞事就是跟 委託人說你憑證給我啊 我啊我啊我支出沒有啊 或者 再好一點壞事就說 你想辦法伸出憑證來 我幫你包上去 想辦法伸出憑證來 頂多是這樣子 那你說他 他在完全沒有憑證 憑空幻想 自己去把這900萬冬湊西湊湊出來 我們覺得這是非一所思 而且他明明就 本來有憑證 只是因為他自己懶還怎麼樣 然後去冒這麼大的險 如果他本來有憑證 因為就他們記者會講的嘛 就花費都有憑證嘛 說十幾張憑證嘛 花費都有憑證啊 對 那他拿這幾張來登記 比他自己去冬拆西湊不是更快嗎 就我覺得啦 你既然沒筆花費都有憑證 那我就用你花費憑證去報就好了 我幹嘛 我不是更快嗎 我幹嘛還要搞這個 就 好啦 反正他們現在就是兩兆雙方 說法不同 說法不同 那請問一下 我先請問一下 您覺得 因為現在外界都在呼喚這個端木正 會計師出來 你要回應嘛 你覺得為什麼 他們現在發的這個聲明稿 那他現在就不說話 你覺得他為什麼不多出來 為他辯諜一下 這也是假設啦 如果我是端木 會計師的 的律師 我是他的未來的 辯護人之類的這樣 我也建議他 不要出來 講話在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端木正他的聲量 絕對比不過柯文哲 跟民眾黨 對對對 那端木正講一句 民眾黨可以回他100句 對 所以他的聲音會被淹沒在 這樣的空間裡面 在輿論裡面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案件 相信 很快 我認為啦 我自己判斷 我認為檢方應該很快會有一些動作 北檢已經分案了 是 那我覺得 很快喔 因為本案 本案其實就是一般我們講說那種這種 雖然是政治限定法的案件 可是他也是一種一般的我們講金融 會計案件啦 所以 他 各種證據都有 非常急需保全的必要 所以我相信檢方很快會有一些動作 那 我如果是 專門會議師 我一定到那時候我去跟檢察官說明我的 清白 我需要證明清白的其實是檢察官 而不是跟 你民眾黨去怕水垢 其實這個意義不大 嗯 因為我打 我怕水垢 覺得贏不了你民眾黨 OK 所以他現在不出來回應 主要是為了他反正 我現在回應也沒什麼意義 我主要 我也炒不贏你 炒不贏你 我現在重要的是準備接下來的司法戰 那甚至 甚至有一點就是比較 如果說比較陰謀論一點的講法的話 就是說 我端木正今天出來 我說出我的主張 我的說法 是不是給予你民眾黨柯文哲這邊 去想好令他要說詞 如何來應對我 先準備好套招了 所以他就乾脆就表明一個態度 這是我們假設啦 他就乾脆先表明一個態度 那我也不把我有什麼牌 我也不打出來 不打出來 接下來就直接跟檢察官 如果是我會建議他這樣做 你也會建議他 如果我是他的律師 我也建議他這樣做 所以有可能就是他的律師建議他現在就 就別說了 接下來上法院說 對上法院說 跟檢察官說 所以接下來就是可以遇見的 北檢也分案調查 可以遇見的接下來就是 會計師跟民眾黨這邊 兩兆雙方就要進入法庭 法院司法的戰爭 那我們現在聊一聊 這個法律的問題 這個案件 他可能會牽涉到哪些法律爭議 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律師 您的同行黃帝穎 說柯文哲五大法律爭議都沒解決 分別是政治獻金基本法 偽造文書罪 詐欺侵佔 偽造文書共犯 利用職務詐領財務罪 哇這麼多罪 那個律師您跟我們分析一下 大概講一下 當然這些講的都很細 大概講一下 這個罪到底他是怎麼犯 然後可能有多重的刑責 最後 我們以這個政治獻金案來做例子 譬如說如果今天我們跟這個譬如說 尼奧公司 其實禁總 跟尼奧公司並沒有實際上的商業行為 但是尼奧卻提供了收據給我 這就是商業會計法71條 就是不實商業憑證罪 那如果說今天 根本尼奧也沒有提供這個憑證給我 是有人 自己偽造出來這個憑證 交給會計師 這就是偽造詩文書 對 那如果說 大概幾年 都個別幾年 其實未聞清罪啦 未聞就五年以下嘛 那對應該 如果說 應該不用到入監的程度 那再講看有沒有重的 我們就要看他寫流程 其實商壞罰其實也是也是清罪 都不會 都是清罪 對都原則上可能 一顆罰金不至於會到入監的程度 OK好 那 至於說像 詐欺清散就譬如說今天 可辦的柯禁總有一個人 他就是 跟會計師說有這一筆支出 可是實際上更沒有這筆支出 然後他把這個錢 東繞西繞之後放進自己的口袋了 對 那就是業務清散罪 那這個就比較重了 OK 這就是看你 拿多少錢 那有可能會要進去關的 所以昨天的記者會 他們開宗民意就先講 沒有一毛錢流到自己的口袋 對對對 所以他其實是一種法律上的一種 對 一種為自己法律免責的一種講法 沒有一毛錢流進自己的口袋 那他就是要避免這個詐欺 侵佔這條罪 沒錯 這條罪多重 因為他這個是七年以下 所以他可能會判得就是 而且 一般這種案件是以他們那個我們講 犯罪所得 來計算 那如果實在 如果說 侵佔又比較更重一點 又會比較重一點 所以他可能就是 這個就有可能會要入侦的 可能是 所以他們開中民就先講 我沒有錢到我的口袋 其實不是說沒有放自己口袋裡沒問題 你放在別人口袋 那個人最後再拿給我不是也是一樣 那就要多證明的那個過程嘛 然後還有什麼偽造文書共犯 這個感覺就好像還好 也不是太好 我的意思是說罪責 就偽造文書以及偽造文書共犯 就是一起的嘛 是一樣的 利用職務詐取什麼財務罪 那這個呢 這個我就不曉得需要那個 黃律師寫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看起來是像財務罪條例的條文 這是高雄案犯就這一條 利用職務詐取財務罪 可是柯文哲當時應該不是公務員 應該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只有公務員還有 他當時是候選人 對 候選人比較不會這一條 對 因為身份犯嘛 你不是公務員就不會誠意這個犯罪 那您看就是目前這個 他們就是要走這個司法的這個程序 那就這個案子本身 那他好像罪罪本身沒有那麼重 其實確實 大家都覺得說政治獻金法 你登載不實聽起來好像很嚴重 其實這是沒有刑責的 這個最多只能裁罰 最多只能罰120萬 他主要是政治責任 對 可是他是刑責 可是他可以連續罰 可是這個罰錢沒有意義 沒有什麼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就是說你登載不實 其實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所以這才是我們講的 所以你會計師怎麼會去這樣子去 去做一個衛造的行為 讓自己可能被停牌 就是說你登載不實 我就算記錯了 對 那我如果去衛造 危害我的會計師 我反而是中的 我可能以後就不能當會計師了 所以怎麼會有人做這個事情呢 如果按照這個 就真如這個民眾黨記者會講的這樣 會計師他真的這樣去做 那會計師有罪嗎 如果說他去偽造了憑證 然後去登記 他也是偽造詩文書嘛 當然有罪嘛 那他如果因為執行他會計師職務 而犯罪 他就會被懲戒嘛 就可能就要嘛是停權 就是多久不能執行職務 甚至嚴重一點就是永遠就沒辦法做了嘛 對 那主要就是對會計師來講 他的損失會非常非常大 對 對 其實確實是這樣子 應該說 除非有重力啦 不然沒有律師會計師會為了當事人去做違法 傷害到自己的事情 沒有這種事情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爐會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爐會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爐會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爐會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爐會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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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